113年度科技院校繁星征选入学榜单 新北市立瑞芳高宫有9位同学上榜 全数皆录取国立科大 成绩斐然 今天在毕业典礼上 多位准大学生也到场参加学校最后一场活动 校长潘泰生也鼓励学生选择在地秀学 一样可以培养好实力 拼出亮眼好成绩 今天办理毕业典礼学校的学生 在今年的科技繁星 算是绩效是最近几年最好的一次 从台科大 北科大等等 我们的学生在今年的升学表现很亮丽 尤其在我们的技艺竞赛上面 我们拿到两个全国第一测量子种 也谢谢我们的明朗老师跟雅静老师 一起指导我们今年的毕业生 荣获全国第一 世丰凤凰黄花开毕业季 许多学校也陆续举行毕业典礼 今天新北市瑞芳高宫举行毕业典礼 包括许多杰出校友 也返校为即将毕业的学弟妹勉励祝福 瑞芳高宫今年繁星征选入学 成绩表现不俗 其中就读瑞芳国中的简红润 选择在地就读瑞芳高宫 这次也顺利录取台科大应用外语系 他也成为在地就学的最佳典范 113级科技繁星录取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应用外语系 那因为今天是毕业典礼 我也非常感谢瑞芳高宫的 英科科班的老师们 让我可以录取我的这个第一支援 那在大学期间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紧进我的英文 让我考上我非常梦想的老师 那在今天毕业典礼 勉励学生坚持自己的一个梦想 跟自己的兴趣做结合 培行良好的态度 坚持到底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因为他们是我们瑞芳的支柱 更是台湾的支柱 感谢所有的毕业生 投入让瑞芳能够持续发扬光大 瑞芳高宫校长潘泰生表示 今年繁星放榜 共有九位学生上榜 全部都考取国立科大 其中有三位都是原本在瑞芳读国中 毕业后选择瑞芳高宫 他们也是在地就学的最佳典范 勉励学生坚持自己梦想 跟自己的兴趣做结合 具备良好的态度 坚持到底的精神 一切都有无限可能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